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跟议题 我觉得做人真的是太难了 又有很多的规则 规矩要遵守 同时又要求你要大方 有度量 去宽容别人的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可以做到 真的是圣人才有办法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前段时间 我们一群好朋友当中 就为某一个朋友 办了一场生日庆祝 结果其中一个朋友 就怎么样都不愿意到场 于是四几下午就问他 我说 为什么大家感情那么好 你怎么不到呢 结果他就悠悠地告诉了我一个 让我觉得很诧异的真心话 他说 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生日的时候 你们从来没有为我办过 任何的生日庆祝会 为什么要我去参加 别人的生日庆祝会呢 听到这句话 突然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不出席 但是我想呢 这个只是我们人生 众多议题当中的一个缩影 类似这样的 让我们心里感觉酸酸的事情 应该是蛮多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来好好跟大家聊聊 如果遇到这种心里酸酸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在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所以我刚刚说这种酸葡萄心理 就是别人有 然后我没有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祝福别人 我没有办法去恭喜别人 像类似这种事情 其实蛮多的 那如果说 好像又必须要出席某个宴会 一定要恭贺某个人 可是自己心里又好像很酸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心中会面临到的真实情况 对呀 那我们就回来想咯 为什么他有我们没有呢 对呀 他为什么就是升官发财 然后我们就总觉得好像跟自己擦身而过 然后别人真的在庆祝的时候自己又不是滋味 对呀 像小雨家里讲说 别的朋友都有庆生 人家都没有办他办 然后他要去参加别人庆祝会 他也幸福平分 对不对 本来这个世界就没有一定的公平 你看有些人天生下来 就算是真的今天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 好像也还好而已 那他可能心中就不平衡 对 就是说天生的他就可能没有像人家的一百分 再加一百分 那他可能就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 我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或者是在职场上 看到红旗 一起进公司的同仁都已经升官了 嗯 而且升的都比自己的官位高了好几阶了 他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对 所以我在想这个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想 怎么认 对 有些人他不认他觉得就是天地对我不公平 对 所以他每天都是在一种怨的这种心态下在找着可能是明天的这个奇迹出现 所以这个命运就越怨就越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弄明白 就说所有事情都是有原因才会发生的 对 那个人这么样的被公司重用 是不是他有什么长才 还是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 什么样的手段啊 嗯 是刚好符合公司的需要 所以 冰狗刚好就让公司重视他 赏识他 嗯 那自己到底缺什么呢 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呢 对 还是因为学历呢 还是因为经验呢 太多理由太多原因 太多大大小小的要去考量课题 嗯 所以不如啊 就是我们在知己知彼百战百战的情况下 我们先了解自己到底有什么 嗯 像刚刚那位那位朋友就约然说 为什么人家不给他办亲生会 对不对 对 但是他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他和其他朋友之间 相互的互动 他有没有给别人的 这个大过于人家给我们 嗯 有没有呢 对不对 嗯 如果他就是有的时候在 看得到看不到的那种味道 感觉上 有一点算小 或者斤斤计较 对 或者是怎么样的 他的思维别人不是很认同 嗯 其实这有时候就是一种 Kimoji的问题 嗯 就说人家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办亲生会呢 呵呵 反而过来问 对不对 嗯 对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那有时候 为什么那两个人特别好 嗯 那一群人特别好 为什么我跟他们混了那么久 我又是没有办法打入他们那个圈圈里面 对 这里面也讲到了 因缘际会啊 嗯 所有事情要讲因缘啊 嗯 就说你跟他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有多深 那么是不是同一类的 那是不是真的大家能够讲在一个台面上 嗯 在一个一个page上面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嗯 我想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都是要去考量的 嗯 有太多的未知数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课题呢 一两句话很难能够完全讲清楚弄明白 但是呢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 所有的事情一定会有原因 它不会没有原因发生 嗯 所以 其实还是要反求诸己 对不对 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好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那个朋友就有告诉我说 为什么他之前愿意出席 那后来不愿意了 他说呢 之前他也有想过 就是可能他 呃 某些方面没有付出的很多 所以他就开始呢 在某一个年开始 他就很认真的去参加别人的庆祝会啊 某些人生日的时候 他也会很认真的送生日礼物啊 或是参与在帮忙办别人的 这个生日庆祝会当中 他说呢 可是我就这样付出了一年两年之后 你们还是没有帮我办生日庆祝会啊 然后 我的这些付出到底算什么 那我付出了 结果大家都没有回报给我 那我为什么我还要付出 我所付出的那一些 你们都没有感谢我 就算了 我就干脆跟你们就 渐行渐远好了 欸我觉得这个心情呢 也不是不能理解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欸我付出了很多啊 这个同期的同事 他被升官发财 欸可是我为公司做了不少啊 老师那难道 是我付出的不够多吗 还是我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 你看啊 我刚刚不是讲吗 他可能就是很计较 他已经方便人的这样的一个庆祝会啊 给了多少礼物啊 对不对 那他自己又没有收到礼物啊 心中可能不平衡啊 那如果换个角度 如果他没有那么算小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缘分 你请我参加你的亲生会 我带个礼物给你 算我的心意 我也不跟你打算盘 说我今天送你了一个什么包包哦 明天我的身体要送我一个包包哦 那样子就算不完了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越是你不跟人家计较 人家反而觉得你很 有那种大压底上往来的感觉 你越是算小 人家就觉得 就真的一种氛围 不太对近的感觉 或者是 人家就是不那么喜欢跟你打交道 你会觉得 哎呀每次都是感觉上怪怪的 所以人家本来可能要帮他办亲生会 后来也不太想办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哦 所以我想 这些呢 还是看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的心是怎么来想 当然咯 今天如果你的手都很紧 对不对 对 那别人请你来参加亲生会 你其他的钱都付不出来 你要去帮他买个礼物 你当然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大的压力 对 没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你的生活情况是 好像九牛一毛买个礼物 那这个应该对于 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一种反应 所以这有时候 你也不能说谁对还是谁错 在那个时候 你没有那样的条件 跟人家这样做互动或怎么样 那也是有原因啊 为什么人家有这样子的钱 去买礼物 那我们没有呢 是不是 也是有理由啊 所以在里面 追根究竟 后面还是有一个 只是我们没有去追根究竟 而且这要看一段时间 或者是各种的可能因素 要放进去 来做评比 所以有时候 不是一个单纯的理由而已 我觉得刚刚老师说到一个 很微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人际关系互动当中的 叫做氛围耶 因为像比方说 刚刚的这种计较啊 计算啊 可能他本人没有说出口 可是他散发出来的氛围 是那个样子 也是别人可以感受到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微妙 他可能就是真的不在于 表面的行动 做了什么 而是在于那一颗真心 是我们都以为说 真心藏得很好 不会被别人发现 可是其实是 会无形当中 被别人感受到的 所以 那很多人就说 好吧 那如果 老师刚刚所说的 这是一种氛围 或是你的初心 是什么的话 那很多人就说 好吧 那我也很希望 我可以成为一个真心 来祝福别人 或是真心去参加别人的 庆生会 类似这样的 或是同学同事 升官发财 我是真心的想要 来祝福他 可是那个心里面 酸涩的感觉 我就是挥之不去 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难道我要强颜欢笑 强装大方的 去祝福别人吗 这真的是一个好课题 是不是 我想很多人 心中想 就已经觉得 心中不是很舒服 还去 在那边给他庆祝 还要给他拍手 对呀 加着唱歌 真的是 但是呢 我就要讲 我先讲前面的 说刚刚 这个送礼物 他可能那种氛围不对 其实 像刚刚笑语说 我们可能要很注意 其实有时候 自己不自觉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 他心中很涮小 对不对 他就我给你 买个什么包包当女生 他可能在送给人家的时候 人家就送了送 比如说 生日快乐 有没有 他可能送给人家说 生日快乐 这个包可是很贵的哦 是不是 是不是 就让人家 就觉得很讨厌他了 对对对 有时候 就是有那种小氛围 他自己不知道 但有时候 他因为他很精英气脚的时候 他就会 不自觉的 脱口而出 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其实这种 小细节 是很多很多细微的地方 嗯 那你说 明明就心中很不服 为什么是 升官发财是他 而且 还要去 大家同事还一起去他家 庆祝生日快乐 对嘛 烦死了 然后心中觉得说 哎呀 当时我跟他一起进公司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小憋三啊 他怎么突然就变成 我的上司了是不是 对嘛 呵呵呵呵 所以我在想哦 你要说啊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嗯 但是我们不要说报仇啦 嗯 就是说君子奋发图强三年不晚 哦 对不对 嗯 就说我们实事求是嘛 今天事实上是 他升官了 他是我们的 这个比我们高 所以我们要去那边配合演出 嗯 什么拍手叫好 对 是不是 对 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变成 明天我们也是升官的其中一员呢 嗯 对 对 那这里面就要去看清楚咯 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嗯 什么样的一个本事 嗯 才能够在 你的职场范围里面 是有着可能明天的一片天的 嗯 那可能你就要 看清楚想明白去 离这个目标慢慢的推进咯 嗯 那这里面因为每个人不同 每个公司不同 嗯 每个环境不同 好 这个各种可能性的变数不同 嗯 所以这个只能讲一个大概 大家应该要去想 如果真的有黄天不负苦心人 对 那就要好好的 细说从头去想清楚 然后做对 然后真的对症下药来 来努力的话 才会有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今天 大家没有搞清楚 就说对啦 需要努力哈 我就这个闭了眼睛 瞎努力 嗯 如果三年后又没进步呢 那时候心中就会非常的沮丧 对 就觉得说 哎 比我晚进来同事都已经升官了 嗯 我还是在原地他们 嗯 他就觉得到底做错了什么 对 所以这有时候跟个人的智慧 及心中的一种领受度 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 是不是智慧啊 就说这IQ跟EQ都很重要 对 那两者之间的互动 跟我们的人际关系 跟我们的这个生活际遇 嗯 就包括心中是不是滋味啊 各种可能性的这种 殷勤圆缺的变化 其实它是非常重要 互动的关系 嗯 但是一般人他没有看清楚这个道理 他只有看到结果 然后立刻反照在他的心里 而在那个时候他下了结论 但是如果结论没下对 又影响到他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一种人群也好 跟各种可能性的人事物的互动 也影响了他明天后天的 真正的人生 嗯 所以这些应该是 要把他全盘放在一个界面上 然后看清楚想明白 是全套的 而不是单向的 或者是一个刹那的片段而已 哇 我觉得听完导师这样讲 我就觉得 真是做人太难了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就像刚刚导师说的 我们没有办法 从一个单一的结果 或是一个表象 就去推论出一定的原因 或者是结局 所以他必须要整套的来看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学习 所以我们说超级生命密码 为什么它之所以宝贵 因为它是个系统 你可以从头开始来 进行学习 好 那么在这边 我们先来稍作休息 待会儿回来之后呢 也来跟大家聊聊 很多人会说 我在人际关系当中 无法复出 是因为我一无所有 过去很贫穷 所以我没有办法复出 那如果是这样的朋友 他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在这边 先稍作休息 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跟大家分享 先来听一首由太阳顺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太阳的祝福 再回到节目当中 走在太阳路 感受深切体悟 编织着领悟 开起生命尽聪 看尽人生路 最后在之恩仲的祝福 天不曾经不足 好幸福 感恩来世脚步 今生有自负 更要努力进步 画出精彩图 太阳的祝福 太阳的祝福 烙印灵魂深处 好满足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振升台北条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浮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 好那其实呢 我们说到人际之间的互动 是件微妙的事情 包括了就是说 要付出谁爱谁的多啊 或是谁付的钱比较多啊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这网路上面的故事 说这个男女交往了一段时间呢 男生因为他的收入比较高 所以他都付比较多的费用 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赫然发现 哇这个女朋友呢 年纪轻轻24岁就已经存款200万 可是他从来不付任何的费用 于是他就问他这个女生说 你为什么都不付呢 这个女生就说 因为我对金钱很没有安全感 这些200万呢 是我辛辛苦苦 咬牙祸血吞 才存下来的钱 所以我没有办法付出任何一毛 好所以我想这个 这时间应该就会有这样的朋友 就是说可能过去的背景 或是一些原因 让自己对某些事情 产生了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把东西紧紧的抓在手中 可是相对呢 就会让别人觉得 哦哟铁公鸡 好跟他在一起呢 就是好像自己要付出比较多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朋友 应该要怎么办呢 在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笑语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跟一个富裕 或是贫穷的心有关的议题 所以像刚刚说到的 因为他可能自己过去很贫穷 像我刚刚说到那个朋友 因为他们家过去的经济 其实是比较吃紧的 所以后来 虽然他工作之后 他也存了一百万哦 也有低桶金了 可是呢 他还是依旧在这种 人互相送礼呀 的这个状态 他依旧会觉得 买一个礼物 一千多块 五百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你会感觉好像实质上跟他的财力是有落差的 可是他的心好像是跳不出框框里面 所以像这样的朋友导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是给这样的朋友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你看他是苦过来的 所以他知道要小心的用钱 对不对 积极的存钱 这是美德 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一直觉得自己是贫穷的 这个心态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真实的现实面 它对应到这样子的一个际遇 你说这个是迷信还是一种传说 其实它就是一种思维的场 你知道 就是说你一直在想 哎呀我就是没有钱 我虽然现在有一两百万 但是我还是没有钱 所以我还是继续的算小 那他的朋友 可能跟他在一起 就知道是他是这样的人 渐渐的可能 好人也不多跟他 真正做一个真实的好朋友 那遇到的可能都是很 因为他不愿意付出嘛 所以他遇到的可能也都是 点头之交 或者是怎么样的 很基本的朋友 那社会如果是 互助互动的 可能性的一种牵引的 那会不会帮助他的朋友太少 而导致他后面 就是说他现在可以垂到一来百万 没有错 但是真的将来有没有大钱 可以让他更加的优越 那就见仁见智了 不一定了 他如果看清楚 那么明白 整个我们人生活在天气之间 这整个法流怎么赚 这个能量流怎么赚 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际遇 跟这些东西有什么关联 相互之间怎么样的去做应对 可以让自己一加一大于二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 人生在世啊 这么短短几次 你要把它搞清楚的游戏规则 否则你说一直努力一直拼 像刚刚说 我是咬着牙才存到这一两百万 对 那这代表是很不容易了 那这很不容易的后面 还会不会有第二桶一两百万呢 难说 有些人可能就会 有些人可能就不会 那会与不会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最大值的产生的可能性 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人生课题 哇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人生课题 应该而且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很希望 有的人生课题啊 因为我想这个心是不是够富足啊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人 这一生当中非常需要去面对的事情 有些人就像刚刚说的 这个心里富足了 他可能看任何事情都很富足 可是有些人即便现实层面好像有 可是事后会不会继续有 这的确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哦 好所以我们刚刚说 从这个是不是可以征信祝福别人啊 到这个如果背景是很贫穷的朋友 要怎么办呢 我想在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个答案哦 那当然关于富裕与否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针对这个议题来谈过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我们会有重播 大家可以再自行来听哦 那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 就是所以说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就是 真心的去祝福别人 或是真心的来付出 假设我们都已经把自己调整好了 可是呢总是会在这个念头上 好像会有一点卡卡的 那导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 就是关于转念这件事情的一些方法 因为很多人说我也知道要转念嘛 可是就是有时候会感觉比较困难一点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念头 转得比较快跟比较容易呢 所以笑语这样问啊 我突然想到啊 这句话叫做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嗯 这句话好像是有它的道理 嗯 我们从这句话下手啊 来解达克的问题 嗯 就是说你看到人家比你好的时候 你心中不是滋味 那如果今天你看到人家比你好 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你也会好 那也许你就愿意了 对不对 嗯 所以咯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啊 嗯 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 你就心生祝福他 嗯 因为你祝福他呢 这样的能量送出去呢 地球是圆的呢 有一天这能量又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你这样的祝福 最后那个好事呢 就回到你自己身上呢 可能你自己身上的这个际遇啊 各方面就加分 嗯 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好像一个发射台了 一直在发射祝福祝福祝福 然后回收 被祝福被祝福被祝福 那是不是人生里面 真的有一个能量流 在那边流动的 而让我们能够平步轻云的 一点一点的就这样子抬上去了 听到我的这样子一个浅见啊 来做一个这个实验看看 是对还是错 嗯 如果你真的觉得 哎 发现真的耶 我就光一天 就一天的实验就发现 哎 那一天好过 隔天也好过 嗯 那可能就是不错的方法 嗯 那如果真的可以如此的话 那为什么不呢 对 所以 刚刚笑语说 听众不是智慧的 酸的这个 窘境啊 嗯 要怎么样的把它转变呢 有的时候 转念是很重要 但转念 你要有一个大方向的转 嗯 就说我们一切都是 看到别人好 就像我们自己好一样 是不是 人家成功 就是我们也即将成功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祝福他 嗯 这个后面的好事才会连台啊 嗯 那如果真可以这样子的话 在当下 你的心是舒服的 你祝福出去的能量是真的 嗯 然后会不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是的确会的 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嗯 所以真的是 这一条路是通的话 那从此可能就像拿到 观音菩萨的如意诛啊 你看到别人好 一祝福你认为 啊 这样子的好事 连连啊 自己也将会得到好事连连 嗯 那你那个心一真呢 啊 真心的祝福跟假的祝福 是两码的事 你真心祝福他的时候 你跟他之间的互动 啊 你的表情 言语都不一样 所以就会 真的是 一加一大约二啊 有他的一个加分加分 再加分的一个功效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的 很多事情 跟我们一般的直觉反应 真的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像刚刚导师说 诶 真心的祝福他人 呃 看到他人成功 代表着自己即将成功 啊 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成功 所以我们发出去的祝福 要是真心的 我觉得这些 刚刚导师所说的这段内容 大家可以反复的听 然后你可以去 借这个机会 可以去检视一下 自己所给别人的祝福 是不是真心的 还有也可以回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真心的 给别人祝福的时候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你也可以感受到 别人给你的真心的祝福 诶 我觉得这是蛮值得玩味的 一段内容跟一段话哦 所以刚刚说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就像发射台一样 可是导师 我们刚刚 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会 会觉得说 诶 可是在生活当中 好像不是无时无刻都有 很值得祝福的事情啊 也不是随时天天都会有人生日 不是天天都会有 这个同事升官发财嘛 所以如果我说 诶我平常的日子就是 遇到的人就是这么多 然后会遇到的事情也就是这么多 那我是不是要从生活当中 刻意的去寻找出 值得祝福的事情呢 所以这就是平常的功力啊 有没有在累进 嗯 那么我们祝福啊 也不见得是 对方成功的我们才祝福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练习 哦 分秒间就在练习 练习什么呢 练习祝福的他人 嗯 祝福一切的人事物 哦 我们看到人 你比如说看到这人过马路 嗯 你也跟他不认识 对不对 但你坐在车上 等他这样过完马路 他在走过去的过程中 你就祝福他 嗯 一切平安 嗯 这个今天生活一切美好哦 在你的心中发出来一个 很自然的祝福他 嗯 久而久之呢 你看到谁你都会祝福 哦 那这样子的一个 善性循环呢 好事就很快就到自己身上 嗯 而这么简单的方法 很多人却忘记了 嗯 没有去实践在生活上 很可惜 嗯 就说我们不往外求 但是我们往自身的一个 程度的提升 致使让自己在各种层面上 散发出来的是 有得知识的这种氛围 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 那你看就是光一个祝福 你要会觉得 哇你心里好善良 对 你可能在在买面包 有没有 嗯 你看到一个人说 可能你在你面前 前面一个顾客在付钱 然后跟这个老板娘说 哎 我没办法很好吃啊 我每天我小孩 都还要吃你们面包 大家吃好高兴啊 嗯 然后可能你 你可能下一个付钱 你就恭喜这个老板啊 嗯 哇真的好棒 你们这面包 大家都那么喜欢 嗯 也祝福那位太太 这么样的捧场 他们能够越吃越健康 也祝福你的生意越来越好咯 嗯 老板搞不好一听了高兴 送两个面包免费 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们不是要免费面包 但是我们就是很自然而然的祝福 这种味道 嗯 就是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 它不是挂在嘴边 那祝福啊 那讲起来很酸的那种祝福 嗯 我们是真心想要对方好的祝福 那种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渐渐的渐渐的 你的这种身心啊 以及这个 非常自然的发射出来的时候 那种 有德的情景啊 嗯 就会让人家看得很舒服 我觉得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 这种小小的举动 嗯 都可以来祝福别人 我觉得是很值得练习的 因为 其实仔细想想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走路在路上 我们的内心也常常会出现 很多各种不同的OS 但是可能比较多是 对别人的评头论足 就是哦 他好胖哦 哇 你看这个人抽烟 哦 好丑哦 类似这样子 我们的内心都会出现这种OS 所以我们其实也常常在练习 这件事情 只是呢 我们练习都是负面的比较多 那刚刚老师说 我们要从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这种 看不到别人过马路 你也可以祝福他 或是跟别人买东西 也可以祝福他 就是类似这种小事情 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练习的 最好的一个时机呢 或是练习最多的 就是在过新年的时候 对不对哦 大家过新年很开心嘛 可能你在路上看到的 任何的泛夫走足啊 你都会跟他新年快乐一下 那我想这个时候 大家的这个祝福都是真心的 那我们把这个新年的快乐 的祝福呢 把它延伸出去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时候 都可以来祝福别人 所以老师在我们这样子 祝福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的能量 其实慢慢就会从一个 比较负面 比较另于付出的人 慢慢的就会有所改变呢 因为祝福的时候呢 之所以真心的是 你想要把这份祝福 让对方领受到 而受益 所以这个是一个真诚的一种 问候 或者是一种新和新的一种交流 这种氛围呢 你是没有办法装 也没有办法 口是心非的 因为假的 毕竟看到还是有一个破绽 你真诚的这种 善良的跟人家的互动 人家是可以感受到 那你说真的 就因为祝福 真心的祝福 这个面容都变了 那你说 真的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这个 这个算盘打一打 应该是值得的 那我想不能听我一个人在这边 穷吹虾盖啊 是不是啊 我们要去做实验 所以在超义生育码系统里面 我们是讲科学 我们不是说谁说的算 对 我今天说 你做实验 明天后天你受益 你谢谢我 那这东西你受用了 那对于 这样子的人生 就是一大财富啊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 国家 全世界 大家都可以如此受益的时候 那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这个世界 是不是才会比较美好 那如果真的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不呢 对 所以我是真诚的在跟大家 做一个交流 来做什么样的一个 突破的实验啊 嗯 就这两波千斤 让自己日子好过 从此不再心中酸酸的感觉了 嗯 从此不再认为自己不如人了 对对 从此不再好 愤愤不平地觉得 为什么他有我们没有 而换来的都是让自己 好顺风顺水 对 而且自己也看到自己的未来 嗯 那在这个三星循环的中间 我们又可以把各种可能的 好事连连的都经营着 好 到位 那你看这样人生多好 嗯 这样的社会多好 国家多好 世界多好 好 所以呢 我想每一次的访谈时间 都会觉得非常快乐 就是导师说的话 很有智慧 同时呢 也能够解答很多人的疑惑 而且非常的接地气 好 所以呢 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我们也不是讲玄学 不是讲玄虚 都是讲真实的科学实验 哦 大家透过实验呢 就知道 对你自己的人生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所帮助 哦 所以呢 如果想要来更多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以及粉丝专业 那么在全世界各地 也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精英会 就是在这个会当中 会跟大家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或是其他的著作 所以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呢 因为是在全世界各地的 不同时间举办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 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的APP 都会有客服人员 手机APP 请大家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 就能够看到这个APP了 APP里面有非常多的资源 可以让大家做免费的使用 包括像歌曲 也都在上面 还有很多的追星消息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一起 透过APP来进行了解 好 那如果说 想要透过其他方式联系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可以 透过电话来做了解 这个电话呢 是可以先抄起来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来做询问了 好 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同样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太阳圣德导师 来跟大家提点 本周的主题 转念的重要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每周都会分享不同 在生活当中 人生的历程当中 可能会面对到这些问题 导师的解答都在我们之前所有的节目当中 欢迎大家可以在播客 podcast上面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之前分享过不同的内容 而另外在每周六晚上八点 都会在脸书 Facebook或者是YouTube频道当中 都会有短分享 还有演唱的时间 欢迎大家在网路上面搜寻 因为你音乐的音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线上节目了 而我们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也为大家进行到最后了 在今天的节目尾声 来送上这一首 同样也是由太阳圣德导师 作词作曲的 爱的呼吸 我们下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104.1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轻轻的闭上眼睛 放下烦热善变的心 静静聆听风指引 吸着一口温暖的情 感受空气里吸引你 将心事说于流星 把爱秘轻的心 把爱依托付白鱼 把爱耕耘 走过雨 走过风 走过伤痛 我心不再波动 我心不再波动 浮足静静显涌 阳望浩瀚星空 学会宽容 生命旅行 生命旅途中 有爱万事通 有爱万事通 轻轻的写 过得望耀 寻思 轻轻的闭上眼睛 放下纷扰善变的心 静静聆听风指引 吸着一口温暖的情 感受空气里吸引你 将心执说于流星 把爱以托付白云 把爱更远 走过雨 走过风 走过伤痛 我心不再波动 浮足静静相拥 愿望浩瀚星空 学会宽容 学会宽容 生命旅途中 有爱万事同 万法本来痛 万华已重重 你我在西中 往事已如风 是非成白 浮云笑赶重 目骨沉重 敲心千年梦 爱的呼吸哦 风声千万踪 光的祝福中 光的祝福中 灵魂因爱 圆满千年 时空 万法本来痛 万华已重重 万华已重重 你我在西中 往事已如风 是非成白 浮云笑赶重 目骨沉重 敲心千年梦 爱的呼吸哦 风声千万踪 光的祝福中 灵魂因爱 圆满千年 时空 作曲 创造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